好的 我是蓋伊 老師 今天一來 我就坐在這個課桌椅上面 看得出來是要做一些學科類的東西 我們今天我們的那個簡介師 幫我們準備了原本考卷 一樣的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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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是要考什麼科 今天是考體制能 喔 體制能 對 算是你們的強項吧 算是我們強項 算是已經比150 不過今天是學科 體制能術科我們是很強的 對 今天是學科 我覺得應該輕輕鬆鬆啦 我覺得應該還好 今天幫兩位準備了一份考卷 然後總共是105題的試卷這樣子 然後都是選擇題 然後我們限時30分鐘 那我們來考驗一下 兩位對於體制能方面的知識 我們姿勢的部分可能很強 姿勢 我姿勢知道 30分鐘嘛 對 限時30分鐘 那到時候我們錯了有什麼程度 我們錯了的程度是 就是被網友打包的 最近直接被攻審了 這真的很嚴重 被攻審 哇 被攻審喔 來 兩位同學準備好了嗎 來吧 好 欸 開始考試囉 體制能相關知識 計時開始囉 喔 開始 這 這麼突然喔 要什麼考試都這麼安靜 考耶 考試又不能講到啊 沒有 好吃喔 好吃喔 這個是很像的 你知道嗎 大學的時候 我去考一張那個 C級 體制能 就是題目感覺就很像 但它不是那種很難題 我們在課就是 做一些讓你 不是很確定的感覺 好看 喔 這麼突然完美 你今天還有15分鐘 喔 他真的很愛 抖腳 受不了 要5分鐘嗎 對 讓我說5分鐘以後 簡單的 請各位同學評比一 有幾題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在 最後倒數的時候 就只能 就只能 選一個最快的 因為 欸 講真的這105題 30分鐘 有點 對我來說有點 其實有點快啊 因為我通常的口詞都是寫完 還有很多次那些 對 這樣沒錯 對啊 這個我已經 我已經用最快的速度寫 而且甚至有些題目就是 瞄過去看關鍵字 我就直接寫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來改答案囉 來 就請你們 考驗交換 互相改對方 對不對 我們自己改對方 自由選證就對了 不可以 不可以偷偷幫 幫對方 充分數喔 好 因為我們的交情絕對是 有錯 一定是往私裡笑 一定是絕對幫你改出來 好 喔 總分105分 每錯一題扣1分 喔 很強耶 欸 你很強耶 滿分105分 對 來 恐怖成績 學霸要師 他只錯一題 104分 對 你知道總比 對對對 蓋一個分數是 97 97分 诶 決定 105題 錯8題 哇 我第一個錯的是這個 一般而言 無特殊疾病 疾病疾 健康問題的年輕人 欲從事 增進體 四 能治運動 至少在幾分鐘這樣 因為他 因為他 因為他這個地方 他寫至少 他寫至少在幾分鐘這樣 所以當初我在選題目的時候 有20分鐘 跟30分鐘 在選 我覺得30分鐘以上 是油家 但是他 他這邊給了一個至少 他跟我說 你至少要多長 沒有 你知道 你知道他一個答案在哪裡 你答案在哪裡 教育部提出幾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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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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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教育部 我記 然後再來就是59題 59題是我跟要師 都寫錯的一題 我們來看一下 3分鐘登階運動測驗的目的 是為了檢測 我們都選心肺耐力 我們都選二心肺耐力 但是他給的答案是 肌肉耐力 因為其實 以肌肉耐力來說 3分鐘 算是很長的一個時間 而且那個登階運動其實 他也不是什麼 需要什麼 很強的 很強的 就是每個人運動做得完 因為他也沒有要求你 一定要做很快 因為以前有測過 他就是 你如果走不下去 你就會廣萬一公斤 所以其實跟你肌肉耐力有關係 而且他的測量標準 也不算你說做幾下 如果你是做肌肉耐力的測試 通常都不像 養獲情獲啊 或是 我自己身體 一分鐘內 或是一個 看你的次數 對 他那個測驗是 看你測完之後 心跳 恢復的時間很強 所以等於說你 恢復越快的話 再把你心配 越好 像我在練格鬥嘛 很多 競技運動的 像拳擊啊 格鬥啊這種 他們就是 會很要求你的 心率回復率 就是你一分鐘 你的心率可以降 這樣子多久 所以這件題目是 所以感覺應該 就是他答案給錯 錯 如果他答案給錯 你根本沒有 所以他一定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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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法藥師是不得很會錯 然後再來第六十三題 這一題我也寫錯了 柔軟性的訓練 伸展肌肉所需 運動強度最好沒 他的答案是四 肌肉不先緊繃 但不至於疼痛 但是我的答案寫二 肌肉空氣有疼痛感 你這麼硬嗎 哇 有幾千啊 再一次 哇塞 再一次簡直 我覺得這個很吃個人差異 我這個是只要拉筋 就可能對你來說 有緊繃感 但是我真的痛得要命 就是你知道嗎 這種題目就不能選 那一把 對啦這種題目就不能選 這種題目就是你 沒想到嗎 沒想到嗎 那接著下來 第六十五題 第六十五題 喔我寫錯 你寫二對不對 對 就二跟三在選 對不對 不是你知道我本來講寫二 但是因為我發現這些區 都是在寫柔軟度 沒有 你是不是做到自己寫好 對啊你看喔 第六十五題 所以柔軟度的好壞 應以下列合著做判斷回家 他的答案是做十幾千萬 但我是選全身關節肌肉活動能力 以柔軟度的好壞來說 我們判斷會有很多重合測試 應該說他 提示人本身的測驗項目 就只有 就只有做十幾千萬 所以你自己寫的 喔 喔 好 接下來這個很搞笑 就是把你影響柔軟性的因素 並不包括下列合真 他的答案是 我寫寫 喔我寫寫 女生通常比較好 對 女生通常比較好 喔 你覺得高了嗎 沒有 我寫錯了 沒有 這個我寫錯了 這個我看太快了 這題 這題不應該 我等一下發錯 我寫錯了 這題我看太快了 這題我單純寫錯了 欸 三十分鐘太快了 對 是真的時間有點趕 喔 接著下來 第九十七題 喔 這九十七題 是我最後最後一題 作答的題目 想說 喔 這個我一定要看很久 我趕快先把後面寫完 趕快壓秒的時候 趕快選 那九十七題呢 我是一跟二在做選擇 然後最後我選擇 第九答案是二 那我們順序從大家來看一下 即興運動傷害的處理順序 由先制後以下活著正確 那他的答案是給二 先保護 再休息 再冰敷 再壓迫 最後抬高 我很想把休息 放在最後面 我也很想想 我也很想想 我那時候想說 那時候想說 到底哪一個答案 他的B是在最後面 然後只看到四 但是 你又不會 一開始就用冰敷壓過 就你應該要先保護才對 就是我覺得保護是最重要的 保護一二 所以要一二再選 然後就覺得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兩個都自己不知道 我才確定會怎樣 但你還是對 就是踩 可是我覺得 那個應該 跟我比較 踩就是踩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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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百千 我錯的最後一集 就是一百零二集 一百零二集 一百零二集 避免肌肉症痛的正確方法 下列合整圍 非 我這題很好笑 我這題有分寫四 有看到嗎 我這題有分寫四 然後我把它掛掉 然後最後壓秒說 我把它改成三 合整圍 對 他寫說 肌肉伸展運動 見真 負荷原則 然後適當的 補充維他命C 然後這三個呢 都是避免肌肉痠痛的方法 然後我原本寫四 然後後來改成三 就是我覺得 誒 補充維他命C 好像 好像還好 不是那麼其實的事情 但你不會覺得它是錯的啊 就是通常它這種比較 讓你選 對 都很奇怪 對你不會覺得它是錯的 它是錯的 但是你 你多花時間想一下 你會不會覺得 這種考試版就是這樣 就是會有很多 魔靈講可以 唉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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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很確定 這樣 唉 學霸要是嗎 唉唉唉唉唉 基本上選對 已經有寫過了 你已經 閱讀無數了 沒有 可是難得說真的 那個比較難的 那種考試啊 就是像 CS CS 那種考試 那個我現在真的寫的 一定是錯 CS 因為我們來背 那個不好背 就是其他背的東西 所以 一定要在特別 考完試 然後炫耀一下 你拿著 CSCS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應該說 應該講說 我都已經拿到 CSCS 那種題目 真的題目都會錯話 我把CSCS 吞掉了 真的吞掉了 真的吞掉了 那以上就是 今天的體勢能認識 車員體庫的一個 測試一下我們的學科怎麼樣 我們恭喜鑰匙 基本上是 這全隊 應該應該 應該 其實這學科 很簡單 基本上 你有準備的話 就會就會 對 就不太會出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大家這份 題目的連結 我也會放在 自己留言區 那大家也可以來 看一下 看一下他這105題 或者前面的四倍 是什麼題目 就有興趣就可以自己 做大家看看 好那有任何人 歡迎在影片下方 留言給我 我是天蓋伊 蔡老師 下次見 掰掰